- 字幕組員 - 字幕組員 - 那這樣的話 比如說你那番 我們就是關於這部片的目擊調版 那比如說像你在 你這三天行程裡面 你就除了這個行程完 你做了哪些事情 跟大家報告一下嗎 你開始是做事 第一天去啊 然後我們 怎麼講呢 其實你在出發之前 其實沒有跟我聊過 就是有點擔心說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其實本來在出門之前 我有一個盤算 因為我在日本其實有一個朋友 就是有一個常駐日本的朋友 我以前念大學時候的學姐 然後我本來想說 我去那邊然後他就就可以找他 然後他就可以那個什麼 帶我去玩這樣之類的 可是很不幸就是時間錯開 就是當我去日本的時候 他在台灣這樣 所以就沒有辦法就不行了 所以我在那之前就是有點緊張這樣子 然後好家在就是同行的另外一位記者 就是常常出國的人這樣 然後我就很高興就是 那那個就是就就拜託你照顧我這樣子 那一天來來找我聊天嗎 甚至會擔心說出關的你會不知道 對我真的是很擔心這件事情 那不過呢 去了一次以後 那個我就放心 因為日本真的很 他那個通關那個是非常非常清楚 他的那個標示完全不會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在台灣啊 我甚至連坐電連車我都會不知道要做哪一輛車 就是我在台灣的就是我去火車站 然後去買一張電連車的那個車票 我都不知道要去拿做哪一輛 就是標示是很不清楚的 你知道嗎 有到那麼嚴重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我自己坐電連車我真的覺得蠻不清楚的 就是他們不會像捷運那樣子 讓你知道說我怎樣走從哪裡走到哪裡之類的 那日本的那個情況呢 他就是飛機場那邊算是有多國語言嗎 然後他其實是就直接有大大的那個號碼 就告訴你說你要在哪裡下機轉機之類的 或者是去哪裡通關這樣 然後就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出去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覺得那個什麼 過海關這件事情 真的各國都不太不太相同 就是我去中國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的緊張 就覺得他們有一種很巨大的壓迫感 就是很很擔心自己好像會被 說說這個違反會被抓起來的感覺 但是日本就是沒這個問題 日本就是一種可能他是服務至上的國度吧 所以你會覺得他們都很很尊重你的那種感覺 然後雖然雖然工作的人很明顯的 其實是他我覺得他們也做久了 所以他們已經 當作立行公司在做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他裡面就是他不太不太理你之類的 機場都這樣 通常都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他已經 已經比其他國家的好非常非常多 像你前陣子有去新加坡嗎 你覺得新加坡海關怎麼樣 新加坡海關喔 新加坡海關其實 我其實當時去新加坡出新加坡海關還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衣服忘在衣服忘在那個什麼 海關裡面 我過關以後想要回去拿這樣 你過那個掃描器之後忘記拿起來 掃描器以後想要回去拿 很怕超害怕 不過那個警衛警衛是個印度人 然後就跟他講 I lost my passport I lost my passport 然後就 複照 拿出來就就過去這樣子 對對對 還可以 但是 還Ok 就是不算是特別的那個 但是日本的其實比他還要再好一點點 真的 那些流程什麼 他其實都會 他就會開始 那個因為日本真的是一個 非常多理的一個國度 做什麼事情 水八線 然後然後怎樣 然後他會用手撕 因為他們的動作其實是非常誇張的 他們講的話之外 他們還要帶手撕 這樣告訴你說你要去哪裡 之類的 所以你是搭什麼航班 日本的全日空吧 全日空的飛機 松山還是桃園出 松山 松山出去 松山可以直通日本 然後兩個小時就到了 那搞不好跟我那個 深月搭的那個是同一般 日本的飛機是真的很舒服 他們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那個窗戶 就是我們的我們的窗戶 其實一般黑飛機有窗戶 可能那個要擋光是一個窗簾 那不是 他是直接讓那個窗戶的顏色改變 那個那個是那個是七八七的特色 然後真的嗎 就只有七八七可以這樣子 其實他就是那個窗戶下面你有按 你按他的窗戶就會自動按下來 你跟我搭的是同一般 你是下午兩點多的飛機 下午兩點然後飛過去就已經五點了這樣 對 那一般有個特點 那一般是 因為是松山西長起飛 從松山西長起飛著我就往後看了一下台北 突然覺得台北還蠻壯觀的 就是在白天起飛真的就是可以看到這種街景 對那我再回去的時候也是搭七八七 所以七八七的窗戶真的是有一個特色就是當光線太強的時候呢 你可以改變他光線的那個他那個鏡片的顏色 所以我再是因為我在回回台北的時候呢起飛的時候呢 就是當時天氣還不錯 我就看到富士山 富士山在光線太強的時候是看不清楚 所以那個把那個鏡片顏色往下撿 然後就可以拍到還不錯看的那個富士山 我真的覺得還蠻幸運就有看到那個就真的在飛機上面看到的富士山在遠處 還蠻漂亮的 真的蠻漂亮的 對啊 然後好今天回到那個出關出關 還在出關啊 出關啊 出關 出關真的還蠻蠻蠻快的啦 就是走出去然後東西就就拿了這樣 然後 你會你會很擔心說接下來路不知道要怎麼走嗎 對 我真的沒有遇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當我進去的時候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有派人接送 然後就真的在出關的那個時候拿著一個牌子 然後那個等著你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是找了一下這樣 就是他就他沒有在門外等 他就直接進來找你這樣 所以就輕鬆多了 那就輕鬆多了 對然後他就直接就是領著我們去了那個他停車的地方這樣 然後對然後那個那車真的是很不錯 所以說實在 我反而沒有被人接送過 我都是 那是接送服務 那是接送服務 所以他服務有這個東西 然後那個那個車真的很驚人 我都覺得那車可能之前可能有載過黑道或者是政治家 那個那個很很大一台 然後坐那個位置 然後旁邊就是你後座旁邊其實是有各種儀表板 對就是好啊 然後我就這樣子一路被載到那個飯店 然後飯店在澀谷 而且是真的完全就是在澀谷站的樓上 他的他的他的 一個叫MITS 應該是叫MITS的 會在車站樓上的都不錯 三星級旅館 都不是普通的飯店 不過他們三星級旅館其實看得出來也是也是小小的 畢竟在城市裡面的旅館這樣子 可是服務其實是還不錯 就是 呃 那個 站台的就是那個櫃台的人還是有還有會講中文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非常 沒有沒有什麼問題的就就就就進了那個飯店這樣 對 然後 我另外會記得就直接說 要不要出去玩啊 對 我放了道具就放下行李然後就跟他走了這樣 然後因為下面就是澀谷的那個地鐵 對 然後真的就我 我們就直接就是那個什麼直接坐著地鐵就好就一度殺到的星數去 對 不過不過真的說實在的那個那個線你知道嗎 真的非常難 我覺得我覺得那個沒有沒有懂的人真的不要隨便自己去做 你是做地下鐵還是做三手線 我們是做JR的那個就是那個圓圈嗎 就是那個環狀線 因為我們其實基本上是兩天沒有離開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從澀谷一直做到的那個 然後 就是第一天晚上是從澀谷到新宿這樣 對 然後 為什麼 為什麼我說 不要隨便 自己不懂 真的不要隨便做 因為我們真的在後來在新宿回來的時候遇到了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中國人 對 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買票 然後他們也不曉得要做到哪裡去 然後後來就是一聽到我們在講國語聊天 他抓住我們不放 拜託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看 然後正好就是 記者他就是真的 同行的那位記者真的太常來 他已經坐那個地鐵做到是平常是有那個類似 悠遊卡儲值 西瓜卡 所以你沒有買西瓜卡 沒有啊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去多久啊 所以我每次目前都還是投錢的 那這樣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然後那個他們那些人真的是住在非常非常遠的地方 然後 那些中國人 對中國人 然後那個 我們就是幫他看了 看了很久才說 真的是很遠啊 而且你還要做錯了 不是你要做 你是要做不能夠做JR的 你要換車 可能要連換三班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直接到的新宿 然後就是 到晚上大概九點的時候要回去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回去 然後 這算是你妹心的恐懼之一吧 我真的還蠻恐懼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的地鐵已經複雜到 我們那天在討論 他基本上就是地下城 這是一個那個 有點像RPG世界 那種那個 到處都有密道 而且你真的一個站 你可以在那邊 他一個站有各種出口 有的就是在一個建築物底下突然間有一個洞 然後可以通往地鐵 就是有一個洞 就是有一個小門 然後就突然間密道 然後就走一走 然後就突然間外面是地鐵 這樣子 然後同一條線 然後有還要走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對你要走走到那邊 然後你可能不是像我們捷運這麼簡單 就是左邊右邊而已 你就要繞過去 然後走上去 再爬上去 這樣子 然後值得一提的是那個地鐵裡面是有 是有商店街的 對 所以你買票進去呢 你還是在那邊吃東西 買東西 喝東西之類的 對 所以他製成另外一個那個世界 你知道嗎 對啊 認真就地下城 完全是 他也沒有完完全全地地下城 就是他也是 他就是一個站內的一個商店街 真的是 就是而且還蠻複雜的 就是平常在那邊等車的時候 旁邊就是看那個 還有爆灘啊 然後什麼 你可以再買點東西 這樣子 然後 我其實覺得台灣的這個部分 其實 其實其實在裡面真的還蠻記得利益的 你知道 因為在那邊真的很容易消費 你知道 就是等你不能 你不知道幹嘛 你就可能真的隨手就買一個東西 對 然後 好 我們去的時間點是已經是大概 晚上 晚上的 七八點左右 嗯 然後其實已經那個 所以 你們一開始的目標就是歌舞伎丁 沒有他就是一開始有問我們要去哪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後來想想 這個離心術很近 都可以去歌舞伎丁 說歌舞伎丁好啊 哈哈 然後一聽然後眼睛都亮起來 那就是因為 我們就是人中之龍嘛 就是常玩人中之龍 我真的還沒有想過我這輩子還可以看到人中之龍的那個環境 這樣子 因為以前是有點害怕 因為人中之龍的 呆人的地方是紅燈區啊 然後他那個故事裡面常常看到流氓 你知道 走在路上都有人過來跟你打架的 那個那個動 那個遊戲裡面真的是這樣子啊 你走在路上走沒多久 然後突然就有混混 然後就過來 然後你就要跟他打架這樣子 然後你那個 那個故事然後 然後 所以我們對那個其實就抱持著一種恐懼感 是不是 都有很多為世大哥啊 這樣 然後 所以我之前想說其實要去日本 然後歌舞伎丁 也不是一個我那個會 第一時間會想到要去的地方 但是他這一次就是我如此的近 一站就到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說那個 然後他 他又那個什麼 記者朋友說OK啊 對那個什麼 沒問題就去嘛 這樣子 好啊那我就要去嘗個仙 然後我就跟他去了 這樣子 然後到了那個地方 因為肚子很餓 我們就要先吃東西 這樣子 就直接 直衝大阪王將 然後 大阪王將也在那個 很有名的店啊 對 就是還要排隊 你知道嗎 對 然後 我們排隊 然後進去以後啊 然後 我那時候點的時候 我就是很納悶 他說 套餐 套餐是拉麵 拉麵然後 還配什麼 餃子 然後等到 等到餐上了以後 就還給我一碗白飯 對 然後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奇妙的事情 為什麼 如果以台灣人吃飯 就是 你你這碗 麵就是要讓我吃到飽這樣子啊 對 可是我開始吃拉麵以後 我就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 拉麵真的分量太少了 真的很難吃飽 如果單 如果你單點一碗拉麵的話 你真的很難吃飽 除非你是女孩子 或是你的胃真的是非常小 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如果有機會 去第二次 注意看一下是周圍 沒有 單身女生去吃 真的嗎 對 我沒有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因為你去那個地方 你我看你那個圖片 可能是比較觀光型的 對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 到其他比較 不那麼有名的地方的 大阪王家 你會發現 那邊不會有一個女生 為什麼呢 難道是約會專用地嗎 不是 就是在日本人的印象中就是 一個女生就不應該去吃 這樣 這種這麼粗化的東西 一個女生 可以出現在蛋糕店 可以出現在比較高雅餐廳 但是這種店感覺就是 就是給 比如說 單身男性 或是說可能 小家庭這樣之類去吃 最多就是一男一女 一個女生很難很難看到 像我自己 像我自己 像我自己那個 我很喜歡日本的那個 一個家連鎖蛋糕店 叫哈比斯 他的蛋糕非常清晰 非常好吃 然後我就 我有時候 我去三次日本 我都有自己一個人去吃過 頭幾次 頭幾次 第一次是跟我妹去 然後第二次是我自己去 可是那地方是觀光地 就是已經有很多觀光客了 然後第三次我忘記我是去 好像是 好像是會比說還哪裡 那邊就是 比較少觀光客 就比較一般的店 然後我就一進門 一個男生一進門 然後我就突然很明顯 感受到店員就是 感覺不太習慣 一個單一個單身男子 這樣子走進一個蛋糕店 那種感覺 啊 好麻煩喔 那男生跟女生一起去就可以了 男生跟女生一起去就可以 然後女生一個人去也可以 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但是沒有一個單獨的男生會進去蛋糕店 也沒有一個單獨的女生會去一般小吃店 所以他們其實是經手自己的分級 我又不知道算不算是分級 他們就是很 有這種群體壓力啊 就覺得說 就是 就是 單身女生 沒有不過在台灣應該也是吧 不會啊 我常常在那個 台灣一個人會進到那個 類似那個什麼 五點玫瑰園這個地方 嗯 比較不會 但是我常常在台灣的拉麵店 看到有一個女生進來吃 常常會有人 對女生好像比較不在意 但男生自己是比較 不太容易出入那個什麼 Hello Kitty這類的店 對 OK 然後 好繼續講這拉麵的事情 然後那個 留言裡面有講說飯不就給你拌湯吃嗎 我還真沒有這樣吃欸 因為我當時沒有想到要這樣吃 你知道 所以我就一個人把麵吃了 然後喝了幾口湯這樣 那湯我其實真的覺得還好 雖然大家老是在講湯頭湯頭 但是 我真的沒有特別的感覺 可能 其實大阪王將 在日本人心中 比較像是我們 對三張小福的那種看法 對啊 其實我大概知道 因為他就是平價的東西 所以 但是因為我們第一天 我其實是沒有特別 就是反正我去 我還沒有 我其實抱著比較淺場的心態 就是我沒有想要去什麼很特色的店 然後 畢竟有人帶嘛 然後我就是 對我來說這個 這種店也是第一次吃 所以 對 那也是OK的這樣子 然後 我就開始吃 接下來我就開始吃餃子 然後一吃餃子呢 我就 我跟你講啊 日本什麼都還蠻不錯的 我跟你講 但是他們餃子就是不行啊 你知道嗎 這餃子真的還蠻 還蠻糟糕的 你知道嗎 之前不是有一則那個什麼 新聞消息是在講說 日本的媳婦嗎 就覺得台灣人對餃子很講究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想說 有嗎 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講究 可是當我一吃他們的餃子 我就知道為什麼他說台灣人很講究 是他們的餃子真的還蠻爛的 就是 就是他們的皮啊 是 他們的皮包住那個餃子 其實是很 沒有辦法整個夾起來 你真的是一拿他就會破掉 你知道嗎 你沒有辦法把他整個拿起來吃掉 你知道嗎 主要是那個王將王將本來就不是很厲害的餃子店 對 那不過就是反正以他們 但是我們的八方元級也不是很厲害的餃子店 但是八方元級是還不是還不錯 就是好你以平價店來講的話八方元級 應該是跟王將餃子可以算是都是平 就是都是有那個什麼 平價的那個 分店的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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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 對不對 那 你光是看這個 平民食物處理的方法 你會感覺到他們對餃子其實不是很 不是很在行 對 然後吃起來也覺得他就是 真的他們他們的餃子其實在台灣的情況應該就是鍋貼 對 但是這個鍋貼人的台灣真的是做得比較好 對 這個 不管吧 就是我覺得日本台灣可以跟日本一絕十雄的東西 我覺得食物啊 大概是少數幾個可以跟他一舉 可以跟他比高低的 餃子這個不行 他真的不行 對 對 我有看到有網友留言說 他們有一大群男生進蛋糕店過 哈哈哈哈 那應該也OK吧 那個日本人一大群男生去訂蛋糕店 大家就可能就知道說怎麼回事 就是是 是來是來見個市面 對 我就是在日本蛋糕店那個清楚體驗到 我現在好孤獨的那種感覺 對 你要多找幾個人去 就兩個男生也許他就不會那個 對 哈哈 然後 吃完餃子之後 然後 我真的 然後我就開始吃吃那個 我特別點了一個那個什麼炸雞 日式炸雞 對 然後炸牛排什麼的都是沒骨頭 對 台灣的那個炸雞排就整塊 然後那個骨頭連皮帶骨這樣給你 進去這樣 對 那我覺得吃日本的炸雞 真的還是 是還蠻享受 就是 你咬下去你真的可以不用擔心 咬到任何東西 就是在那邊吃 就覺得我吃完那盤炸雞 我真的是挺滿足的 對啊 而且你是吃吃的是王將喔 王將已經不是什麼特別厲害的店了 對 你也是覺得還蠻不錯 還不錯 真的覺得還算不錯 就是 好吧 然後吃完這一餐真的是 超級成 就是我大概知道那碗白飯是幹嘛 就是真的是覺得你會吃不飽 所以你要吃白飯 可是這也是 所以我覺得這也透露日本人一個奇妙的 你知道 你為什麼那一碗不能大一點 那那個那一碗大一點的 可能就破壞了他們覺得這個麵的那個感覺 這樣子 但是你可能又怕你餓啊什麼 我們還要另外附炒飯 白飯 之類的 就是那一整個套餐裡面是有這樣子的組合 對那這是台灣人的概念比較不容易出現 對台灣的可能就是傾向於一碗這樣子 就是你點點一個東西就是一碗牛肉麵 然後就整個吃完就可以走了 你也許再加個小菜吧 但很少 我們很少會點一碗麵 然後再點一碗飯的啊 不過像台灣的日式拉麵店 也是也是有配飯的套餐 台灣的日式拉麵都有 他就是可以可以認為說 但可以跟麵一起吃 就是我們那個概念真的比較少 飯跟麵一起吃啊 對但是喔 這邊才是 台灣日本的飯真的還蠻好吃 我覺得他們的米 他們的米跟台灣的米不太一樣 我覺得吃他們的飯真的還蠻 很就是很開胃 會一直吃這樣子 好啦 這就是 所以你們吃完這個 然後就吃完了以後就跑出去 那個什麼 見識見識 然後一進去一出門就立刻看到無料按內索 這個無料按內索 不知道現在那個線上的那個觀眾 你們知不知道他是幹嘛的 無料按內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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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料的意思就是免費 然後按內索就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叫按內索 但是我大概 因為這這個知識 我還是從玩人中之龍才知道 因為在玩人中之龍的時候呢 你是可以去玩酒店 你就是可以上酒店 但是呢 你沒有門路是進不去的 對 所以呢就是 就有無料按內索這種東西 你必須要去按內索 裡面去問說哪邊有小景 然後 就會有人免費的告訴你 哪邊有小景 然後你就要走到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不是你 他是沒有牌的 對 所以你不你不會找到一個酒店 然後叫做怎麼怎麼酒店 然後走進去 沒有沒有沒有 你平常不容易看到他 對 所以呢 我對他的知識從這邊來 所以歌舞伎丁 就是充滿了無料按內索 就是你你可以進去詢問哪邊 你的喜好 然後你想要什麼樣的妹妹啊 然後你可以去 他就會告訴你去哪裡這樣 我不知道說我該不會講 你要講什麼要講什麼 沒有啦就是我第一次去東京的時候 我們是住在一個叫櫻谷的地方 櫻谷那個地方是日本 就是東京比較有名就是那種 那種賓館很多的地方 然後呢 然後 然後那邊也有一間無料按內索 就是你說的就是介紹 如果有人想要進行什麼消費 可以先到那邊去詢問 對 然後我又走進去 然後咧 然後發生什麼事 我只是走進去 我只是走進去 對 但是一定會發生一件事 裡面有很多電腦 裡面擺很多電腦 他就是說 他就是好像是 我可能是不同店家的網站吧 然後他每一家店家網站都開在小姐的頁面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說有很多不同小姐 但臉都是遮著的 所以好像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臉都是遮著 然後就是 可能是A家的小姐就這麼多 然後B家的小姐這麼多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走進去 然後就是有店員上來用日文 來跟我對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就說 喔 我這個只是看看 然後後來就 有一個另外一個人 穿著七裝大人來進來 然後他就 開著電腦開一開 然後看到一張照片 然後他就回頭 欸問了 剛剛詢問我那個店員說 欸 彩密是OK 所以你有答應嗎 我不知道那個人後來也沒有答應 因為我剛好就是 那時候剛好就是 喔 發現說 我大概也沒辦法進再進行下去 然後我就離開了 這樣 那我當時的要離開之後 好像還聽到說 那個你萬你萬兩萬兩萬這樣 用中文在講話 對啊 所以你正好看到有人在那個 問問那個 在在問拉克什麼 不是拉克 那個人是主動走進去 主動走進去想要找 對想要找 對他說 那個Chinese OK Chinese OK 因為因為 Chinese OK 他應該OK 他是這樣問的 這個其實問這個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那個前一陣子 因為我之前會逛一些那個什麼 Sex 性版 就是要看一些那種 男生之間的那個會 會聊的話題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有提到說 有些人就是會分享 就是他們跑去那個日本這樣子 就是 一些 不得了的玩意兒這樣子 然後他就提到說 其實日本人其實不太喜歡做台灣 就是做那個外國人的生理 對就是他們比較傾向於還是要做自己國內的 所以但是這幾年來是顯然是有改變的 對他們的外國人的那個客人越來越多了這樣 對 對 然後 所以這是我有進去無聊暗戀所過 但是 我不知道說新宿的無聊暗戀所是長什麼樣子 新宿無聊暗戀所就是那個樣子啊 就是 好啦那個人中之龍看多 你就大概知道什麼樣子 就是 但我沒有走進去啦 對啊 然後 嗯 我們走著走著就是 基本上我們 我們在那邊真的就是走馬看的話 我們 也不敢進去 然後 那個地方 很驚人 所以 路上還會真的看到很多那種打扮的非常漂亮的妹妹 走過去 然後 那個記者朋友就跟我講 那一看就知道做酒店 我說 怎麼知道人家做酒店 我說 那個鞋跟太高 一般的女孩子不太容易穿 凳那麼高的鞋跟在那邊走來走去 這樣子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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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些那種東西的時候我都很興奮 因為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在遊戲裡面看到 像他們卡拉OK的那個就是那個很特色 他們的卡拉OK的那個的扛棒啊 很明顯啊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 我覺得那個可能有點像我們的好樂迪或錢櫃之類是連鎖的 然後他們的那個設計都是一樣的 卡拉OK館這樣子 對 所以看到那個藍色的開樣就很開心 因為我們在 在玩遊戲的時候每次想唱歌就是要走進去這裡面這樣 然後 來到這邊有一個這個店我也是印象超深刻 因為他在遊戲裡面就是專門在觸發任務的 你 湯齊和 湯齊和德 不是湯齊和德 他有一個那個廣場 一個那個 然後這個廣場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的建築物叫什麼名字 但是這個廣場就是我 這是有一種那種很特殊的感覺 就是還沒有來之前我就已經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我看到 親眼看到了 而且我因為我在之前有看過一個故事 就是NHK有做那個歌舞伎丁的那個 一個紀錄片 就講好幾個人住在歌舞伎丁的故事這樣 然後我知道他這一棟建築物的大概六樓有一個舞廳 我知道 而且那個舞廳是那種老式舞廳 是那種跳國標舞的那種有大樂隊在那邊演奏 然後就是一群老人在那邊跳舞的那種舞廳這樣 然後講到這個我大概也分享一下 那個真的很有趣 那個那個戲很有趣 那是紀錄片 但是那個紀錄片在講 他講五六個生活在歌舞伎丁的人的故事 那其中一個在那個舞廳裡面的人的故事是 那個男人是有一個男生固定會去那邊學跳舞 嗯 學國標這樣子 然後他是一個退休的 退休的上班族 然後他已經跟太太離婚了 然後他的兒子也都已經就是成家立業這樣子 然後呢他為什麼要來學國標舞 因為他想要追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四十幾歲 他想要追他 可是他不好意思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開口 所以呢 他知道他很喜歡跳舞 所以他就是來練跳 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個那個老師就是教他這樣子 然後那個紀錄片很有趣 因為那紀錄片後來有跟到他要去約會的那一段 那一件事情 嗯 然後 呃 有沒有成功呢 沒有成功 為什麼 他雖然練了 然後可是他在跳舞的時候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所以他就是那個那個女孩子那個四十歲的那個 那個也是離婚的 他也離婚了 所以還在當然也有在工作這樣 然後但是他跟他就是 他知道他要追他 所以他給他一個機會 他就約會了 嗯 對 但是跳舞跳一跳 就是緊張嘛 然後什麼 然後接下來那個女的跟他講說 就跳完就說 我們這樣不行 你 太太容易緊張 然後我們 在一起就是不會開心的 這樣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 你你太拘謹了 然後 然後 那個紀錄片到最後呢 就是 然後 還有 這個男的就是 失敗之後有沒有 然後就 跟他老師 那個 教他跳舞的老師這樣 然後 去喝酒 小酌這樣 對 然後那個老師 是女生嘛 就是 就還 唉 你怎麼就不 你怎麼就不放鬆點了 然後 你知道 那個紀錄片真的很可愛 就是你 你看到這個 就既然把這整個事情都記錄下來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 你會覺得人生百態你知道 就是 發生就是 看到這件事情發生在這裡 然後這集也是一個 這我覺得他們在紀錄片無形中 也做了那個日本人那種庶民電影的那種味道 就是他的日常 然後他的任何人的日常生活都可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只要你講得好 好玩 這樣就 講得有趣 他的每個人的故事都很有趣 那那支紀錄片其實網路上是找得到 就還有別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還有平常在當保鏢的 然後當保鏢的就是那個當那個看門的 然後他晚上工作也就是沒有那個想要去練身體 然後他發現歌舞伎丁裡面那個有一個公寓 你知道就有一層然後其實是有在健身房這樣 拳擊道館 然後那真的是一個超級迷你道館 大概不到不到15平吧 然後有拳包 然後有一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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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什麼 那個練習場 可是那個練習場大概只有半個而已 半個那麼大這樣 然後有人可以陪你練這樣 然後你可以很難想像晚上一點 半夜一點的拳館這樣 然後 繼續介紹一下 我又突然像上次說 哈哈 繼續介紹一下 什麼東西 沒有我就是又想上廁所 你去上廁所 剛剛喝太多飲料 好啦好啦 然後這是這集爐片 然後我們後來呢 沒關係他去上廁所 我還是可以繼續講 然後我們後來就走到唐基赫德 唐基赫德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真的基本上其實有點像是台灣的那個小北百貨之類的 是一個那種 什麼東西都買得到的地方 但是我們也沒有特別的簡訊 因為人實在太多 但是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他有在賣這個 戈吉拉的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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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你可以買回來這樣 可是其實不是很便宜 三千日圓 一個三千日圓 其實不是很便宜 我一開始其實承認我有點 小心動想要買一下這樣 但是還沒有 沒有買 還是沒有買這樣 然後 在他們這個遠處啊 你可以看得到那個戈吉拉的那個宣傳還放在上面 這個其實已經 這也是我覺得很有趣的 因為這個他這個東西 他這個東西其實已經戈吉拉已經上映快兩年了 他在台灣上映也是已經去年的事情 那在這在這之前就是也就是已經上映了一陣子 可是他到現在這個宣傳還是一直持續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 在當地其實還是有很多那個 周邊商品還是持續的在買 所以其實他不會像台灣拍電影這樣子很速實 台灣的電影 多半我們雖然很喜歡看電影 可是我們東西其實不會 我們的文化不會持續的這麼久 除非他們有刻意的去那個像復仇者聯盟那種 然後 Sega 我們其實是有進去的 我真的覺得 但是我只有大概轉了一圈而已 你知道我進去他們的遊樂場的感覺是 日本人真的很喜歡夾娃娃 你知道嗎 這個哇 他們進去裡面都是大型的夾娃娃機 然後 第一層是夾娃娃機 然後第二層上去是電玩遊戲間 然後到第三層上去是Pachinko這樣子 對啊 那 我真的真心覺得 因為這個跟台灣人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東西在台灣其實一度曾經流行過 可是其實已經後來就不太 可能 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的獲利吧 所以就是沒有 沒有流行 現在還是有 現在比較流行也是那種小型的那種夾娃娃 可是日本真的都是大型 而且他們這個其實是有人可以幫你就是 我記得他好像是 不過這是人中之童的那個劇情 就是當你在夾娃娃夾一夾 如果你覺得那個東西都已經亂掉了的話 你可以請店員來開然後幫你擺好 重新擺好擺給你夾這樣 正好講到夾娃娃機這件事情 你有去逛過他夾娃娃機嗎 我在修練有逛過的 你不覺得他們夾娃娃的那個什麼風氣很盛嗎 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喜歡夾娃娃 而且我一直懷疑他們的夾娃娃機的那個夾子的那個效率 比台灣的價值好 真的嗎 有可能是因為夾娃娃的夾子的效率太好了 所以那個他們很熱衷於夾娃 因為台灣的我都覺得每次一開就知道是來騙人的 對我總是覺得台灣的那個夾娃娃的夾子好鬆 可是日本的他看起來就是很緊很緊 雖然說我也沒夾到東西 但我總覺得他們就是夾的比較緊的感覺 那好吧 我沒有我沒有再去 我沒有特別去夾 但是這也是很有趣的 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八九點了吧 嗯 很多年輕女生在那邊 嗯 所以歌舞伎丁啊 你的年輕是指十六七歲還是二十幾歲 可是女生的那個視覺年齡不是那麼的清楚 但是會去玩夾娃娃的女生其實好像都挺年輕的 嗯 對啊 因為會在玩會玩遊戲機的那個 還是明顯的比較年輕 然後再上去的我們我們去這一間到到三樓以上的話 就突然間爬進口的那個 就是玩那個爬進口那個那個地方還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會去會去逛的地方 對 然後我們去特地跑去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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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一間 然後跟那個 放在一塊 在一起的那一家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去那邊的一心一意的想要那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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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機器 但是呢 根本沒有 就是這找不到 沒有 那麽賣他錶定的價格是29970日圓 的 真的 這價格其實是還很驚人 因為它如果換算台幣大概才七千塊台幣 月 一台主機然後七千塊台幣 對 可是呢 他根本買不到 我後來的兩三天我都有機會我都跑去就是跑去各大電器去找都找不到 所以你原來是想趁這機會我本來想要趁機會帶一台Switch回來之類七千塊就買得到因為在台灣還賣一萬一左右 貴了四千多塊 四千多塊是差滿多而且最近那個日幣又低 因為日幣跌所以我們 就是我再覺得說很棒 第一天其實我們真的沒逛多因為歌舞伎丁我們真的也只能夠走馬看我們根本不可能進去消費啊 我們只是看個熱鬧圖個熱鬧以後我們繞一圈就回去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在 第 二天的晚上 我們第二天晚上就去那個 先講一下我們我們在第一天晚上回去的時候看到一個比較有趣 在社我們去社谷的便利商店買東西 然後社谷的便利商店我看到了那個鐵拳對鋼拳的漫畫 鐵拳對鋼拳的漫畫是那個 如果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漫畫 這個是我高中時候的東西 在講那個高中的那個那個什麼 高中不良少年打架的故事 我知道這個漫畫 然後 因為他已經 超過10年以上 然後我很訝異我竟然還會在那個 那個便利商店的架子上看到這漫畫 而且這漫畫單行本看起來很特別就是 很厚 知道 就基本上他看起來就像Jump一樣的那個 然後的那個 的大小 然後後來我大概 後來有人跟我 我拔到臉書的頁面上 然後有人跟我說日本其實有很多 限定的 就是在這個區域會限定的那個漫畫 然後 像你看這一張照片是762頁 就是他整整762頁的劇情 看起來像一本字典 雖然是平裝版的 但是我後來大概知道為什麼 因為 鐵拳對鋼拳的故事就是在講日本的那個不良少年 然後他 我們住的地方是社谷 社谷呢 就是那漫畫當中那個東京四天王 宏大宗的據 所以 他把他當成一個他們地標的 的那個吉祥 的那個什麼的象徵 所以就是一個象徵我這個區域在我 以我這個區域當主題 寫的故事的那個文的作品會出現在這邊 我猜是這個樣子 對但應該也沒有錯 四大抗爭決定版的第3彈 你看這邊池袋葡西篇 為什麼因為洪大宗後來四天王就是還有四個人對抗100個人那個的劇情 對上大阪極東高中 很好看 我覺得超好看 可以再去大家還可以再去弄來看看 好這個是 第一天的行程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 你們第二天早上去 我們第二天 那個動畫公司 對是採訪 但是好 應該要講一下那個早餐 真的覺得 我真的忍不住要講早餐 因為我們聽通常去飯店好像都 一般去飯店都好像都會有那個早餐卷 這樣子 那不過因為據說日本的一般的飯店很少有 早餐卷 所以 有早餐 工藝的那個店 的那個飯店好像是比較高級 然後 好我們就有信到了 比較高級的飯店去住 然後他就早餐 然後我發現他的早餐其實是其實就是一間咖啡店 這是一間這一間店其實是 他 跟飯店其實是不同 然後這個樓層這個 這一間咖啡店一出去外面其實就是涉骨站 所以他其實是一間很 很牙匹風的那個 咖啡店 可是我不得不說啦 我真的覺得他們 我在吃飯當中就是感覺到日本的那個 特色 日本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日本是一個非常極致注重 造型 外貌的一個國家 是的 他們的每一個人 從我在路上走路的時候我就大概觀察到他們每一個人都 一定要把自己的外型打理得非常的 有形 你很難看 幾乎 在日本的街頭 幾乎看不到台灣這樣男生這樣穿一個T恤 你看不到一三藍樓的人 他們一定要把身體造型的特別的 你不用說你一定要造型成什麼樣子 但是你要選擇一個你的Style 然後你要把他造型出來 所以老人家也穿的很有型 就是他會把頭髮抹油啊然後穿成穿著西裝這樣出來啊 然後 你如果是年輕人你就是把頭髮弄成超級賽人的樣子 對然後再穿上那個 那也是一個造型 你一定要有造型 你不可以 什麼都 你不可以隨便穿了一個衣服就走出去 你提到老人我特別有感觸 因為我就是 在日本電車上就 常看到有老人 老人 他就一定也是有造型 他不會穿著什麼 什麼那個 北港正男公什麼之類的 他就算是女生也會打扮得好像很典雅 這個特別之處就是我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坐在那邊然後我就是在那邊觀察 然後他們連 像我現在照片裡面 拍到了一個女孩子 看起來很可愛然後感覺起來就是很有型的 結果你知道他是幹嘛他是洗碗 對他是會他過來收盤子然後把碗洗乾淨然後那個 擦乾淨然後在東西把他上架什麼之類的他的工作就專門做這個 對然後 我也覺得這也是日本他們的那個特色就是他 女生就要很可愛啊 然後這個女生 那個女生的造型就他也不是多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他但是他講話的方法然後動作啊 你就會讓你就是很容易就會喜歡上這個女生 你覺得他很 他有特別出來跟外面的人說 你知道 日本人真的是表 表達意思的時候就一定就是 是一種演戲的方法 難過 真的很 就是那個什麼 對不起啊 然後那個什麼 這個東西 真的已經沒有貨了 有沒有 那個聲音就是這樣拉上來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那如果是這樣說 可不可以呢 然後他的音節會往上拉 所以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但是我 從語氣我就他也知道說他是要求 然後道歉 還是詢問 之類的 然後他就是聲音 從聲音上面就可以感受到 我我可以提供我一個故事我 就是去年我有去那個巨蛋 我有看他們打棒球 但其實我重點 其實我完全沒有在迷什麼棒球隊啦 我只想說單純去巨蛋看一次 總要看一次嘛 但我進去我注意到的是他們巨蛋裡面 他們都有賣食品賣飲料 賣可樂賣酒的那些小姐 就是小女生 那些小女生就是穿著一套的制服嘛 就是比較TV風的制服 然後他們 每一個 每一個小女生 那個場面裡面大概有幾百個 每一個小女生都是從那個最高層這樣一步步走下去 然後走到最低的觀眾節奏 然後再開始叫賣 他這樣一層一層一層走上去 對 因為他巨蛋嘛 他那個 我大概解釋一下 巨蛋他裡面就是一個很大的那個 空間嘛中間是棒球場 然後兩邊就是那個 就是棒球座位嘛 他那座位很高 大概 3350排那麼高左右 然後那個女生就是 要從上面走下來 然後走到最底層 然後他才轉身 然後他就開始露出他非常愉快笑言 然後他就說啊 那個啤酒開始賣 然後他要一層一層走上去 所以走下的時候 他是沒有表情 對他走下來的時候沒有表情 他要開始 他要開始工作的時候就突然換一個人 他開始工作的時候突然 他整個笑臉就是笑開來 非常非常 和蔼可惜的感覺 然後就說啤酒現在的一層那個200元這樣子 然後他一步一步再走上去 然後這一段走完之後他要 到隔壁另外一段 然後另外 隔壁那 另外一個 賣可能是賣 賣可樂人會補上他這一段 就你現場就是你可以看到一直有 女生這樣子走來走去都來走去的 每一個都是 就是很固定的臉走下來 一轉身 然後突然整個笑開來 開始賣東西 好 對這個 這個就是我覺得 這是日本的 其中一個特色 然後 早餐啊 我為什麼要提早餐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 他其實是自助餐 就是 那個歐式 就是 也不能說歐式 他就是 日式歐式的都有 這樣 可是我其實 我覺得可能比較沒有人會去 注意到了 但是我其實特別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們 其實是非常非常講究 他們每一個擺 擺那個菜的那個位置 他是 我覺得他是有算 算過 就是 他就是有去 比如 他有計算到說當你拿東西的時候 你會先拿到哪一個盤子 然後這個接下來的這個菜 排列的位置 讓你每一個都拿了以後呢 可以恰到好處的擺好一個 一個盤子的那個狀態 就是 如果你有吃過台灣的那個牛排的那個自助餐 你會發現他們 是隨意擺放 對 隨意擺放的話 你那個東西 其實到最後拉起來就會很難看 對 他們這個 為什麼 我有一個感嘆 你知道我其實沒有很特別的要 擺盤 可是我隨便拿一拿 既然就是還可以擺成一個還不錯的樣子 你知道 讓我非常訝異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在稍找我有拍 我應該去找一下我之前 就是稍找我拍了 一個 一個那個生菜沙拉 被大家質疑 被大家質疑說那沒什麼 但是我 個人 那是因為我表達不好 但是我其實真的覺得他那個東西很 讓我很訝異 我真的本來是隨便要夾 沒想到拉起來 撒上去以後 真的看起來不錯 你知道 就是真的好有一種那個有擺盤的感覺 因為我沒有特別的要去擺盤 然後他們 這一點是他們餐具 然後還有那個菜 他切那個菜 的那個 大小 讓你有辦法就是 看起來真的還不錯 找就是覺得我這個東西雖然我也沒有說特別漂亮 但其實已經不是 不是隨便的樣子 如果你在那個台灣的那個我家牛排去講的話 絕對不可能這個樣子 一定會很亂 對可是他的那個碗跟他的那個形 他的那個碗的 Size 跟那個菜 的大小 這樣撒進去 就是正一個剛剛好的東西 這個是我一個感慨 你知道就是 很特別 你以後有機會再去話 你一定要去百貨公司的地下街 他們百貨公司地下街 就是賣很多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逛日本的百貨公司地下街 我總覺得 擺在那櫥窗裡面的蛋糕 擺在那櫥窗裡面的青菜 特別漂亮 特別漂亮 對 台灣裡面也有類似的東西 可是我每次經過台灣的 就覺得好像 少一些什麼 走到日本就覺得特別漂亮 這或許就是你所說的 他們有特別注重 在這種這種感覺上面 就是那個排列的位置 那個方法 可以讓你 就是出來 那個產線出來的時候 會是一個還蠻漂亮的狀態 然後 好啦我早餐有學到一個新的司法 就他們日本人那個 早餐吃飯 但是我真的覺得我們平常 如果以前每次去飯店 我都很討厭吃中式的早餐 因為我會覺得我早上胃很沒有開 然後你給我的東西是 油條啊 然後那個 很就是要不是重油又是很乾的東西 所以我其實不一直都不是很喜歡吃那個中式的早餐 日式的早餐真的讓我好開胃 一碗白飯 然後 打一個溫泉蛋 然後再加柴魚 柴魚片 然後加一點醬油 然後把蛋倒到那個飯上面然後拌 對對對 哇 這一碗真的好入味喔 你就真的忍不住就吃了一碗飯 那個白飯配蛋 這個這個 我學到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在台灣也 也應該做得出來 那個 這個牛洞那一家 台灣的早餐也有賣 那個 蛋配飯 他們有 這是一個簡單的 的餐點 可是他真的蠻好吃 我真的覺得個大家 在家裡面如果你們 沒有開火或者是你們 一個人生活 我覺得你也可以試看看 對就是白 有電鍋的話 煮個白飯然後 蛋不要弄手 我覺得微波爐我猜看 應該有辦法 蛋不要手 去買柴魚片來拌一拌 我覺得應該蠻好吃的 對 但是餐具選一下 餐具選一下 你應該會覺得 你自己更日式一點 好啦吃飯的 吃早餐的議題就是 就到這邊 因為我真的覺得從 吃早餐這邊 我就是感受到他的 特色 其實 其實去日本 的確就是 真的就是 下飛機 到了他們城市 第一門就可以感覺到 明明都是 黃皮膚黑眼睛 黑頭髮 你就感覺到他們 很多細節 你是可以明顯感到 他們跟我們不一樣 這個 對 因為我在第一天去採訪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再過去 然後再過去的時候 我當然就是 一個鄉巴佬 對就是 就在看著那個 就在看著他們 整個街道 這樣子 然後我其實也覺得這個 他們那個 注重 外貌的 這個 的價值觀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色 就是他們 有一個不要打擾到別人的價值觀 他們很怕被人家講 就看他的建築物就可以感覺到 雖然那個 我跟記者朋友聊天 他說 因為他們有規定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規定 其實也顯露出 民族性 就是 不要打擾到別人 或者是很怕 就是一種重重效應 就是 他很怕你 被講 所以他 做東西的時候 都是很自律的 就是他 他蓋一個房子 你會看到一個新房子 跟一個舊房子 比 但是這兩個房子 就可以設計的 非常契合 就是他 他必須要 因為台灣人蓋房子 就會亂蓋 就一定會往前 突啊 或者是我要加蓋 或者是我們不太注重外貌 上面就加上石棉瓦之類 然後扛棒就是一個比一個 伸出來 但是 他們的東西是非常自律 就是他們 在有限的環境 做這個東西 而且必須還要顧慮 旁邊的人的眼 的那個造型 我不可以那個什麼 跟他很不一樣 這個東西 於是 你在看整個市容的時候 你會出現 就是還蠻均衡的 雖然 旁邊有舊的房子 更新的房子 放在一塊 但是你就不會覺得 很不協調 真的很特別 每次在看那些 每次看他們街景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點 有一種另外一個世界 他很像台灣的那個建築物的造型 因為我們的高架橋 跟他們是同一種 同一種樣式 可是 你就顯示了另外一種 就是另外一種可能性 同樣的樣子 在另外一邊 變成 我們想都沒想過的樣子 路上沒幾乎沒什麼垃圾 然後所有東西都 蓋得非常均衡 你很少看到那種 他們就算有廣告扛辦 他們也是非常協調的狀態 而且建築物完全沒有那個黑黑的餘恨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你知道嗎 就是一種異樣的乾淨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就是 但是也有一種 好啦 你要這樣講話也說 像我住在三重 對 我覺得三重呢 比他們有生氣的很多 充滿了人潮 然後走來走去 然後大家從來不顧慮旁邊的人 讓他大聲的叫 叫喊 然後地上 路上有狗在那邊 野狗在那邊走來走去 這樣子 活人 活生生的 你知道嗎 可是日本在工作的時候 只要在上班的時候 他就感覺起來像是一個很安靜的時程 你知道 偶爾人數非常非常少 走路的人就是熙熙落落的幾個人 反而是在晚上跟他們上班的時候 人潮會突然間變得非常多 這個是 街景 關於街景 這件事情 就是 第一次去 所以你看到每件事情 都是挺新鮮的 然後 你都會有一些想法 這也是的 沒錯 第一次的衝擊 是最大的 第一次的衝擊 然後 應該是要到最後一個 那個環節 最後我們當 第二天晚上去的秋夜園 下午啦 秋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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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一個奇妙的地方 哈哈 對 但是他 很特別 就是 不過 我們去的時候已經 因為好像奧運的關係吧 所以已經很少看到那種那個 女僕啊 或是什麼 在路上 給人家拍或是幹嘛 還有那天是禮拜一 所以其實也比較那個 可能比較少 人是比較少 但是路上還是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像我們在路上有看到卡丁車 有看到那個馬力歐賽車 卡丁車 那是可以做的 你可以 拿錢給他 然後你可以開 然後就前面有前導車 所以你就開著那一堆 然後就是 你就開 你可以開著那個卡丁車 然後跟著那個前導車 繞那個 繞那個 修業園一圈 這樣子 對我們沒有去啦 那時候去玩的人 全部都是一些那種 白人黑人 外國人 很開心 還穿 還穿著馬力歐的衣服 Cosplay 然後去做那個卡丁車 這樣 還有人穿著要膝的衣服 這樣 對 然後 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非常好逛的地方 到處充滿了那個 到處充滿了那種 OTAKU的玩具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忍不住 因為我在那邊就看到那個 火女宅機變的娃娃 我忍不住就買了 受不了 你知道嗎 對那個是 那個很難找得到 就是在台灣 台灣其實有賣啦 但是台灣賣的 就是比較貴 就是我其實不會想要就是在那邊花這筆錢 對那 我記得那是買多少錢 如果他換成台幣的話 在八百元 對 在台灣的話大概要賣 好像一千一左右吧 對啊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現在看到這個什麼 勇者的 服裝 可以看到勇者鬥惡龍 裡面勇者的服裝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趕快買回去穿 可是就是有賣這種東西 有人賣 在這裡一定有人買啊 真的很特別 然後 可是我們在那邊逛也是沒有逛什麼東西 因為其實我算是很粗淺的在那邊看那個 看那邊的環境我們也不敢走得很裡面 因為有人帶嘛然後那個 記者朋友沒有特別要走去那邊然後我就不會 我也不敢說要求 那那那其實 那其實有點可惜啊 因為其實 就我去 日本 東京其實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 店 值得一彩啦 就像我 就像我那天 那天我就貼給你一家那個貓咖啡店 那天 沒有因為那個是真的是人生地不守 我真的不太敢走得太遠 對 然後 最後就是買了 其實我去那邊沒有特別消費 好吧 因為我當我已經沒有特別想買那個 那邊賣最多的是這種類似鋼彈模型 這類的東西 對 對 我以為你會買 我不會買啊 因為我其實已經 我家裡面已經集太多了 然後 坦白說句坦白話 模型其實在台灣沒有比日本還要貴 台灣其實是全世界那個什麼 各種東西都可以在台灣找到最便宜的 但是 不能 就是說台灣的特色是說你那些東西都是大眾 要用到的東西 就是 就比如說模型就是最紅的那幾個 對 很容易就買得到 那 去日本我覺得比較特別是應該去找一些很難找到的東西 那 坦白說我也還是沒有找到了 因為我沒有走的太遠 應該是要去挖寶才才可以看得到 那我沒有去挖寶 對 但是基本上就是 買了幾樣東西 好像還花不到日幣 一萬五吧 只花日幣一萬五百多塊 其他東西 因為他們當地的那個是消費食品 其實是 比台灣還要高的 大概是一倍左右 就是吃一餐飯 大概要到台幣大概兩三百塊 是的 就是大概等於我們去中級的那個餐館 中價位餐館吃東西 的價 對阿 你有吃過更便宜的嗎 你有吃過像我們那種 那個滷肉飯那樣價格的食物嗎 日本有到這個便宜 我有吃過比較便宜的餐館 可能那個拉麵可能也要四百塊日幣 四百塊日幣 也是不便宜 這樣算起來也是一百多塊 然後還有一家是歷史 歷史就是你必須站著吃東西 那個好像也才三百多塊日幣 也並沒有說特別美味 但是因為是歷史 又便宜就會吃了 日本有拉去 去秋葉園看到最令人驚訝 就是通常是電機用 真的是很 其實現在去日本 最最划算就是那邊買電機用 尤其而且 台灣與中國人去那邊買電機用品 頻率真的太高 高到他們現場 就是有那個 有中國製 有很多超多超多 而且還有中國的那個你知道就是有中國的那個錄音 有中國的配音 日本式的特別的 我就講過日本特別會 會做那種配音的那個 的的的的那個宣傳帶 對 對 就是你也聽到人家含的晶片子 本地有電器 相當便宜實惠 就是一個很奇妙的狀態 然後他們講那個都 因為他們用的是中國式用語 你會感覺到那個 其實不是 不是很通順 所以有時候看到那個 像我看到那個 美少女的那個模型 的那個 店 他們旁邊就貼一個 蒙妹子手辦 你會看到就是一個 我也不曉得中國那邊 是不是這樣叫人到美少女被翻成蒙妹子 然後於是 就是我們就是在一邊看 他們 你會覺得有一種 夾雜的感覺 你知道就是他 其實那個地方中國人真的還真不少 你知道這走路走一走 就是很容易就遇到了那個 在講中文的人 其實東京非常多 尤其你們去的都是有名的景點 超多 其實你根本 根本就是 搞不好 有四分之一聽到的都是中文 真的有到那麼誇張 總而言之 我其實是壓抑住自己想要買東西的慾望 因為其實真的 我沒有 我沒有帶 經濟狀況不好 所以我其實 去的時候買的東西 其實也都是這種 在那邊思考說台灣買的到買不到 或者是這個東西有沒有實際作用 但是其實你知道 看到那個 那兩隻貓的時候 我已經失去了能勁 還是買了 真的還蠻可愛 超可愛 不過這個東西後來拿去送給我媽 有網友問說 給上班族吃的電視會不會 就我所知 有的確有很多那種 很普 比較普通的那種 蕎麥麵店 那些 那些價外也都差不多 400日圓左右 400日圓 日本的習慣餐廳是盡在外食 但那種 像我說那些 400塊日圓上下 好不好吃我不知道 那有可能味道非常普通 如果說要更省錢的話 那其實就是買便利商店的東西 便利商店的東西也不便宜吧 還OK啦 如果是想要省錢的話 不過我得說啦 他們的飯糰真的 他們便利商店的飯糰真的是非常大客 有有是是是 他跟台灣的 浴飯糰比起來 那簡直是 日本的便利商店的飯糰是真的吃得飽了 你知道嗎 OK 他們都是 真的就是會買 雖然說有一種說法是日本人 都盡量在家吃早餐 但是 你在便利商店還是看得到 他們有很多是 來不及 來不及吃飯 然後 日本有一種早餐店 雖然說 他們賣的早餐不是我們印象中 他們賣的早餐就是 蕎麥麵 不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那種 是蕎麥麵 就是蕎麥鴨湯麵 那種 某些地方會有早上在賣 然後就是上班族 搭電車前先吃一下 那就是他們的早餐 雖然說外表看起來我們 很像我們正餐 但是的確有這種早餐店 你知道我我我去 秋葉原的第一個 其實我因為秋葉原真的沒有走很深 但是走秋葉原的第一個看到秋葉原站的時候也是一個 一瞬間也是發尸骨之幽靜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日本人真的很 這是這是我覺得我們台灣遊戲界應該要去 學習 就像人中之龍他是把歌舞伎丁把他丟入遊戲 然後 秋葉原其實也有遊戲 把他丟到那個 也是有把他把他整個擺到遊戲 有一個遊戲叫做秋葉原 秋葉托物語 那什麼故事呢 就是講說在秋葉原這個地方呢 出現了吸血鬼 然後這些吸血鬼平常就是長得跟人意模一樣 可是呢 就是 你要怎麼樣 消滅他 你把衣服脫掉 為什麼 對這個很有趣 這遊戲的超智障 你知道 其實充滿了狂想 而且如果被那個 被味道人士看到你可能會被 會被罵瘋 你知道 對啊 就是 你在路上看到那些路人 有些可能是女生 也有是男的 然後你就必須要跟他打架 然後打架到 但是打架他其實 是不會死掉 然後你 你要怎麼樣 做最後一集 把衣服脫掉 就是有上衣啊 然後 褲子 男生要脫女生也要脫 對對對 男生要脫女生也要脫 啊你自己本身也要是被脫了 也會也會死掉 因為你自己本身也已經變成類似那個 類似那個吸血鬼的人 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把 我沒有把他玩完 可是當我當 因為我在玩的時候啊 其實是有 就是 因為他還是把秋葉原那個地方給 給給給 很完美的 雖然他的動畫沒有 沒有做到像人中之龍那樣子的精子 所以當我看到秋葉原站的時候 這個 這個地方我去過 已經知道 我那時候 雖然沒有跟 好啦 我其實我希望下次的時候 可以再 可以再多走一點 就是看看這個裡面的街道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因為 他那個站 基本上就是格局就是 的確是一樣 的確是一樣 對對對我沒有走到秋葉原的那個裡面去 就是 他裡面那個小路 因為他那天也是蠻奇妙的就是有很多電子八點 晚上八點就關門 就開始感人 日本超多日本日本的那個商店習慣都是大概晚上八點 奇怪 他們明明很多人大概在九點多還在外面活動 那 居酒屋會可以 會開到晚上 所以逛街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在 八點 差不多就是晚上八點左右 然後居酒屋是 十二點 所以大部分 晚上 晚上還流連在 外面的人大部分就是 我所說的那些 要去喝酒聊天的人 那一類人會比較多 然後 好啦 講到一件 因為我那個 跟我同年記者朋友是有煙癮的 你知道 然後 他其實找抽煙的地方找的挺辛苦 日本那個 你必須要去抽煙室 對 有抽煙室 然後他有一個地方是 就是在路上有看到有因為他有一個地方是他 最後受不了 然後我就陪他他就是在一個 角落頭頭抽煙 遇到人 人家那個 停下跟他講 這也不能抽煙 就是 他遇到人人家 他有遇到有人就認他 所以囉 在在在日本不能夠隨便抽煙 就真的你們完全一個不認識的人就走進來執政 一個路人 那個路人 而且他 他應該看得出來我們不是 不是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跟 非日本人其實算是很好的 你只要看到沒造型就知道一定 一定不是日本 如果是 如果是真的真的日本人 如果在路邊抽煙 被人這樣子 他搞不好會羞愧的想自殺 可能是 其實這也代表他們可能 不是很看得起 那個 台灣跟中國人 可能 我覺得你已經佔了我們的那個 位置 不應該把我的地方弄髒 沒有這個是很正常 我覺得這是地緣主義 就是 我們 我們自己看到外國人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會 但是我覺得 我們 隨著我們從洋跟從日 其實 看到日本人跟看到白人 其實我們會躲 就是 可是我們如果看到馬來 馬來人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 會嫌惱 這是不應該的 這是不應該的 但是這是 但是這是一個現象 真的會發生 這遊戲 我應該有空再去拿來玩玩 我已經放這個 就是 因為我其實 那個什麼 脫 脫人家的衣服 這一招 沒有辦法 就是很 不得要的 很少 一直沒有辦法成功 把衣服脫掉 他是要玩連打 跟那個 跟掌握 技巧的 所以我常常弄的 不是很成功 我看起來是還蠻 其實還看起來 這遊戲還蠻有趣的 有一點智障 但是 他其實也就是 一種惡趣味 就是一種 那是一種 OTAKU的那種狂想 特別是他們這種狂想 竟然可以變成 就是把它做成遊戲 而且 其實還中文化 中文化 你可知道市場 其實還不小 你知道嗎 對啊 這個就是 其實我這三天真的沒幹嘛 就是主要就是做了這些事情 尤其是我看你邱月圓那天晚上 大概晚上八點之後就沒發文 我以為你跑去那個 冒險什麼東西 沒有就是 那是因為那個朋友他要 同行的記者朋友要回去 所以就跟著他回去 而且他們八點之後就開始關門了 就是 所以你 不熟了也不太敢亂逛 尤其是 你知道 還要跟著他回地鐵 你知道嗎 我只要一看到地鐵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知道 那個地方太嚇人了 所以 該怎麼辦呢 那我們該如何掌握那個地鐵的那個搭乘車 搭乘的那個 技術 技術 出接著先還是先以三手線為主好了 他就 一整圈嘛 你就 幾個重點的地方都 都有經過 你就固定那個黃綠色那個顏色 黃綠色 對 三手線 三手線 黃綠色 黃綠色 圓圈圓圈那條是那個什麼 三手線 三手線 就先以那條為主 上野啊 秋葉原啊 然後東京 品川 池袋 OK 就這麼一個圓圈 幾個重要點 但是比如說 你要去那個 就像我上次說那個 前草那邊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轉車 就非要轉車不可 前草 為什麼要去前草 就是上市那個 推伍的地方 前草 現在還沒有到達那個 那個太嚴 就是 目前我覺得我應該也只是 會去探探險 如果還要再去的話 秋葉原應該還是會再去看看 因為我覺得 其實他們 就像你們這次就只是大約外圍 我們真的只是在外面的幾個大的那個購物中心在那邊走來走去 這樣子 嗯 那其實 你們還沒有升到 其實真的喔 光是 你真的 真的有興趣的店家去逛 你搞不好 秋葉原就可以逛了一兩天 希望 希望還有機會能夠再過去 希望有啊 對啊 希望有了 你下次去什麼時候啊 我還沒有訂 最近都比較稍微忙一點 我今天那個 我今天還是從那個 後期公司的 直接趕過來的 然後我還跟他們講說 我待會要去參加直播的 如果他們那個晚上 剪接 做特效 覺得無聊的時候可以打開來聽 OK 我不知道 搞不好根本沒有人理我吧 今天好了 我覺得我今天的話題比較鬆散 就比較沒有特別 我覺得上一個上一次比較驚人 異形的異形的那個專題是挺驚人 一聊到十一口氣聊四個鐘頭 不會啊 那我們十點開始 也聊到一點開始 可是因為我們的聊的那個內容 其實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發散 就比較沒有像上司那樣 比較像閒聊啦 對真的是閒聊 對啊對啊 OK 好啦 而且那 那先假設一下 比如說你下次 還有機會去日本的話 你會想去哪些地方 對 對我們這邊歡迎那個 網友推薦地點 給那個 網友推薦地點 網友推薦地點 是一個好地方 你上次的貓咪店 其實是很想去 但是 他是在 他是在 也是在澀谷 不止澀谷 我後來看了 我後來又貼了一個 是他那個 各家店 他推薦也有 他幾個重要的地點 都有的 其實澀谷我自己是沒有去走 其實那是因為我們 回來的時候都很晚 出去的時候有立刻就要離開澀谷 這樣 要不然澀谷其實是可以壓壓馬路 澀谷是值得的 我本來想說是 其實是最好的辦法 如果沒有任何人帶的話 應該是要在 自己在澀谷周邊走一走 反正你繞一圈回來 總是會到飯店 對 這是一個比較好 就是要先 了解周邊地帶 如果是沒有那個沒有任何人陪 那 接下來就可能 如果是有的話我的計劃應該是好 那我就去下一站 並不是每一站都很重要 不是啊 但是如果你是 日以好啦也是啦 如果你真的只有兩三天的話 對那當然是要去大戰 但是我其實覺得 日本真的是一個很適合 隨便走走的地方 不去這一次的感覺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平常 我平常其實 沒有事情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一個獨居老人嗎 所以 獨居老人你在 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其實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去 去外面走走 比如說我會去光華 商場什麼 就是 就在路上在那邊走 我其實也沒有要花錢 我也沒有要幹嘛 就是 真的就是 好啦你可以當成是運動 然後我們就是會去看看街景要幹嘛的 那以前 好啦以前還會玩相機 但是因為現在相機已經不是 手上相機已經不是很好的相機 所以就 所以就會在那邊 就已經不會 就是想說用手機拍就好 就比較輕鬆 但是 日本其實真的很適合走 做這種觀察的 一邊走邊觀察的一種活動 我真的覺得 因為 尤其是他的 又如此的跟你日常生活的不一樣 然後你 我覺得我光是從 車子 從車子裡面往外看 我就已經感覺到好多東西 這樣子 對 那 我覺得走路應該是可以感覺到更 察覺到更多 東西 只是 剛剛網友 剛剛網友給了一大堆那個你有機會可以去的地點 參考一下 或是去大喜 什麼 大喜是什麼 就前草啊 中野 你有看少女戰車嗎 有啊我有看少女戰車 我有看 我覺得很酷 因為他 我真的覺得那個少女戰車的最特別的是他的一個商業模式 他很清楚要怎麼樣讓你 喜歡一個東西 你不覺得嗎 他就是戰車 他就要賣戰車的型號 可是你平常不熟 你怎麼會想要去 怎麼會有興趣想要去了解戰車的型號 他是藉由 美少女嗎 藉由那些女生的日常故事 然後跟那個東西綁在一塊 然後你就會喜歡他開的那台戰車的型號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厲害 他們很會做這種 結合 他們其實有做類似的 我之前還有看到另外一個作品 叫做我要當勝優 那一樣的做法 他就是把那個配音員這個產業 然後 跟那個藉由三個女孩子的日常生活去把他弄出來 然後他每一次去 他每一集都介紹一個不同的那個配音的工作環境 可能第1集是 剛剛訓練出來 然後第2集呢 就是去配那個 動畫 然後第3集他去配那個節目的配音 不一樣的完全不一樣的講法 對就是不一樣的講法 然後碰到不一樣的人 然後他其實就是介紹了整個產業 然後看完以後 我無形之中 我突然 大概大概稍微了解到日本的配音界 他們 會有什麼樣的形態 然後會有什麼樣的業務 對啊 這個很特別 他們 我覺得 台灣應該要學一下 真的不得了 他們 他們很會做這種事情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什麼地方少女要當 地方 什麼 我要當地方偶像 這類的東西 他其實就是從地方 就是完全從地方的角度 從他每天要幹嘛 然後有設計 然後就露出一個戲劇來 你知道 這個跟我們 的 我們台灣的觀念是什麼東西都一定要文以載到 或是一定要有有行有過但是他們很他們日本那邊很善於從日常生活小事去做出一個架構 對對對 對 就是我看日本動畫的時候 我特意感覺到的東西就是他們其實我看到他背後想幹嘛 他就是想要他可能要賣那地方特色啊 然後或者他想要宣揚這個產業或者他想要讓你喜歡那個商品那個戰車那個模型啊 然後他做了商業一夜合作 他們有辦法把這種東西給互相牽連起來的 而且其實就是做了認真就是他其實在做自入行銷這件事情做的不會讓你覺得 我們其實太沒有耐心了 講沒兩三步都在來買這個 他們不 他們不會那麼特別或者他們也還會自嘲 現在只能夠做這件事情喔 我還記得那個 以前 西洋古董洋果子店的日劇 就有聽到這件事情 就是 他們弄一弄然後唱歌然後突然間要唱別的 他都說不行喔 只能夠唱 因為我們這個那個時候這個日劇全部都唱 不可以喔 他其實很會自嘲也會玩這個 他知道要怎麼樣 讓官 他知道 他面對他是他面對人是觀眾 那可是我們台灣的廣告其實面對人是老闆 對是老闆想要看到 所以到最後 那個東西很好啊 直接講得很白 為什麼老闆覺得講得不夠清楚 講得更清楚一點給我 這樣子嗎 對不對 現在還有什麼突然間變成那個 正寧宣導性 東西 對 對可是觀眾不喜歡啊 所以觀眾要看東西 你應該要更加 隱晦 更加的那個 他們很 很懂 很懂得要怎麼這樣 對啊 這一點我覺得 我們 有待加強 但是也要必須要說服那個啦 就是要說服廠商 到最後都是廠商過不去啦 對啊 OK 啊 好啦 還有想要補充嗎 不知不覺讓你上個兩次廁所 沒有 只是我那個飲料喝太多了 我今天喝了那個 那個 一方的那個 一方 一方的那個 甘蔗 甘蔗清茶 好啦 沒有要補充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邊 其實也蠻晚了 其實聊蠻多東西啦 希望那個 希望那個 FIX能夠藉由這一集 讓我們兩個有那個 終身免費的 他們其實還蠻那個的喔 其實如果你們那個 各部落客有 有興趣的話是可以 幫忙推薦的 因為他們其實送的還蠻 像我上次去 接受他們的那個 算是弄 派提之類的吧 第一天送的東西 送一個 看一下 我還拿桌上 三個月免費的序號 喔 對就是他突然間就給你一張卡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序號 然後 打上去以後 然後就那個 你就三個月不用錢 OK 還蠻爽的 對啊 就是 他們常常會發送這些 這些小優惠給你 如果你 去參加他們活動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 看起來不錯 Netflix 他們其實還蠻積極的在台灣做 這個地方做一些宣傳活動 對就是 事實上我覺得目前的那個線上通 就是線上影片 同路 頂多 在過了幾年頂多只有少部分 會留下來 對我希望 Netflix 我希望Netflix 可以留下來 因為他的 目前我覺得他的 品質是真的很不錯 而且那些內容 其實很明顯 打到 打到我這種族群的人 對 這不容易 因為 在這之前其實很難 我覺得我們這種族群的人很弱勢 所以不是很容易 可以碰到 對啊 嗯哼 對啊 所以 我推薦大家可以去去去看看 第一個月是不用錢 他們他還很 他還很怕說 那個什麼 你覺得他會綁你的那個信用卡 他 我記得我一開始登記的時候說 我們不會綁你的信用卡 他們有打這個 他們有講這句話 就是他的宣傳只有這一個 嗯 OK 好啦 OK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聽 感謝大家今天收聽 感謝現場六十位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 對如果那個 你們有覺得那個哪些點 哪些日本點適合推薦給拜訓出的 你可以在他 在本事線上留言 你可以去本事業聊啦 然後那個 如果你們覺得那個什麼 頻道有什麼要 想要講的題材的話 你們也可以 留言或什麼 因為其實我 我其實不是那麼確定 因為我其實現在是也還蠻隨性的 但是如果 我有點想到說那個 你們那個加點結盲棒 要不要做那個 要不要嘗試看看那個 湯波浮一點 秋香的分析 為什麼 我覺得有點 我覺得有點困難 因為那個 我後來發現像立方他們 其實 完全不知道周星馳 喔 啊 蛤 有到這麼嚴重嗎 有到這麼嚴重 那更值得 不是啊 但是 這樣一來 他們就是不能夠理解周星馳梗 對啊 所以 不是那麼容易 對啊 這我要思考一下 越來越 但我 就像我們現在在工作嘛 的確是有 明顯感受到一些年輕世代 的確開始跟我們 不一樣東西 但我沒想 現年的20歲的人 其實已經跟我們 當然 但我沒想到說 立方他們 就是 已經對周星馳開始 是陌生的 因為我那時候大概稍微 提到就 像那個 那一次我然後就是去 就他們那個百貨公司大原版的 去吃飯 然後有一間店就暗然銷魂飯 嗯 立方不知道暗然銷魂飯是什麼 他不知道 對他不知道暗然銷魂飯是什麼 那我希望他可以做一次 湯婆湖點秋香 我希望 我以我那個 我的身份 我希望他可以做一次 你希望以他的 他以他那個私人觀點 就以他們自己的 對 我希望他以 對他 我希望他以他 自己個人 不管是 加點其他放整個頻道 還是說他自己個人 我希望他們可以做一次 不一定要藏伯魂點秋香 他也可以去找 就像你說他不知道暗然銷魂飯 那我希望他可以去 也可以去做食神 但是不要 但是不要是少林足球以後的作品 我希望是少林足球以前的作品 最好是 威龍 酒品之八關也好 對 我希望 我希望他們可以做一次 希望 希望啊 我不太確定他們 對啊 好啦 OK 對啊 我覺得 反正我覺得他們 我希望可以看到他們分析一次 湯婆湖點秋香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 感謝大家啦 下周再見 有景點要要留言 有景點 就是去粉專那邊在跟我講 對啊 那個 幫我 那個推一下 湯婆湖點秋香 湯婆湖前秋香 那你們可以去那個吉他棒的那個粉專 希望他能夠做湯婆湖前秋香 OK 好啦 那就這樣子囉 晚安囉 拜拜 拜拜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從小鮮站在湖外邊